云林间一名郭姓泥水匠因长期吸食毒品虽直中壮年但容貌及身体机能却跟老年人一样 为了交妻级两名嫩子他在妻子冲到大皮分住所自首希望警方帮忙戒毒充施人生 警方表示郭南昨晚到大皮分住所向警方表示要借用厕所借用完后男子愁愁不前欲言又止 大皮分住所长陈文志健壮上前关心慰问郭南才卸下心房 他说自己吃泥水吃腹收入不差但因工作压力过大不顺染上毒品 让实际年龄40岁的他看起来像60岁的老头 日前适用毒品时不顺遭妻子撞见家庭闹革命 看见两名幼子女因为大人吵架而哭闹于心不忍 为了恢复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所以才下定决心戒毒 郭南为校妻子及子女表明戒毒一致 索性开车载着家人直奔大皮分住所自首 陈文志在了解详情后认为郭南曾为家人争心悔改 大赞他是真男人并依程序验尿 若检验有毒品反应将依法寒送见方 郭琪听闻所长劝说后才释怀 决心陪丈夫度过难关 劝郭南一定要一致坚定把毒瘾戒掉 云林间一名郭姓泥水师父为展现戒毒决心 在这妻子到派出所求助 记者陈雅玲翻社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